老师我的主卧在东方 属于商门 我需要放铜葫芦吗 还是需要在东方放一辈子吗 因为老公还没搬进去 就遇上车祸 OK 你讲到一个重点 老公还没搬进去 就遇到车祸 这件事情 我必须跟大家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 我买了一个房子 我没有住在这里面 我发生任何好的事情 坏的事情 跟这个房子 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我们讨论是一个 风水的一个气场 风水的气场 它会影响的是什么 会影响一个活的一个生命体 可是它要影响你 你必须要长时间待在里面 这样才算 单纯从你的叙述 老公没有住进去 但是老公发生意外了 跟你这个房子 风水有没有问题 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房子 根本不认为 你的老公是他的主人 不认为他有住在 自己的身体里面 所以这一点 我希望你可能要有一个 比较客观的一个认知了 那我会建议的 我们就可以去朝其他的方向 我们去可能去做一些分析啦 看这个 是不是因为其他的问题 导致先生出了一些状况 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